所以把今天的課程 就是做錄製的動作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課後再把我講的部分再複習的話 其實到時候我會再提供給HR 所以如果將來各位要複習的話 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主要今天的重點HR你可以先聽一下 然後如果有些地方不太會的話 你照著打一下 最好是說可以在工作上 只要用到Excel的話 盡量去思考一下我上課講的內容 那今天的話我大概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實際上 有一個常態性的課程 理論上大概至少都30個小時以上 可是現在我們只有3個小時 那3個小時要把所有內容講完 基本上應該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粗淺大概介紹一下 所以如果後續 假如大家對這方面的知識有點興趣的話 那不妨可以延伸再學習 OK 然後主要重點當然就是了解 Excel裡面有哪一些應該知道 卻不知道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包含就是說 函數部分當然有一些基本函數 可是實際上 應該工作上最重要就是 所謂的進階跟高階函數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些 這些知識不太知道的話 那恐怕你可能要補足一下 OK 所以這邊的話有幾個重點 包含就高階函數 另外的話就是VBA 那VBA裡面的話當然就包含就是 錄製聚集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你每天都重複做的事情 我是建議你一定要了解 什麼叫做聚集錄製 因為聚集錄製當然就是可以幫助 各位就是說 如果你重複做一整天做的事情 其實你可以把它錄製成聚集 然後它最後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你只要按一下按鈕之後 那實際上你的前面做的動作呢 就全部都幫你全部再跑過一遍 那所以你不用重複做啦 當然主要目的是希望你能夠 提高工作效率 尤其是處理一些Big Data的問題 因為現在資料量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少 OK大數據嘛 那大數據其實簡單講起來 主要就是說 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 另外它其實它變化蠻大的 那後面當然 其實我一般上課會先請同學做問卷 因為我想知道大家的程度啦 OK那理論上 之前上課的經驗是這樣 大概會有一半 左的同學是完全對ECL是陌生的 那其他相關的檔案呢 其實我把它放在雲端上 如果各位有對延伸性的一些相關知識有需求的話 其實你可以到我這個網址裡面去找找 裡面有一些相關的程式嘛 OK 那當然呢 三四個小時裡面會講哪些東西 主要就是說 重點會把ECL裡面的函數 然後再到制定函數 做一個延伸 裡面當然要把它分成五大類 也就是說其實那個ECL裡面 主要就解決這些問題 包含就是文字與資料 邏輯 日期時間 數學 跟三角 或者數學跟統計啦 三角其實用的比較少 所以我可能會把它改成統計類的函數 那檢視的話就查詢 像VILLE函數 或者像參照函數 那這些的話其實就最常用到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假如對這些東西呢 不太熟悉的話 理論上你不要說你會 用那個ECL啦 其實很多人每天都在用 但是實際上說真的 其實不太了解 到底ECL該怎麼用 那其實當然一個目標 其實延伸性的要學到哪些啦 其實最終終極目標是希望說 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那因為你提高工作效率 自然而然你就不用一直在加班 那當然工作上面你也可以比較切 因為沒有壓力啦 因為很快事情就做完了 那主要是針對那個重複性的Data OK 資料量 那當然最後 因為其實我們這些資料 最終當然是希望能夠做成報表 或者是做成一個視覺化的一個 圖形的一個結果 讓我們可以方便做後續的判斷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說 最近哪一些商品銷售量最好 那針對不同的族群啦 比如說不同的性別啦 不同年齡啦 OK 然後不同的職業別 那我怎麼知道說哪一些針對哪 那當然我不知道客群 我就不知道怎麼去行銷啦 OK 所以這方面當然呢 你可以假設你有這相關的資料 那一定會有啦 資料庫裡面都有 可是你要怎麼樣快速把這些 這些的結果給顯示出來 那你方便你做判斷嘛 OK 那所以這方面當然 你如果培養這相關的技能的話 其實當然有一些好處啦 就是未來你的職場升遷啦 轉職啦 其實當然都會有一定的需求 那課程目標當然是希望說 第一個 你一定要了解 eSale裡面到底有多少函數 理論上當然官方說法是200多個 250幾個 不過250幾個其實不是要叫你把它背起來啦 OK 那是說要叫你怎麼樣 至少你要理解 理解代替死背 OK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eSale裡面很多函數 250幾個 其實你說夠用嗎 其實大部分的狀況都是夠用的 可是呢 因為現在的資料複雜度越來越高啦 所以其實有很多地方呢 會不敷使用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需要用到VBA 那所以你會想說 老師那到底為什麼需要VBA 主要的原因其實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 那因為資料量大 那如果用函數來做 有時候會不夠用 那另外的話呢 複雜度太高 如果用函數來做 那公司會非常的冗長 還有有一些甚至無法做到 像那個工作表 大量工作表 跟工作部的相關的部分 其實就沒辦法 OK那怎麼辦 你就一定要用VBA啦 可是VBA其實就是要寫一個程式 那大部分人其實說 說真的對程式完全不了解 所以其實在eSale裡面 有一個漸進的做法 就是呢 你可以透過錄製聚集 來把你要的那些相關的程式產生 那其實簡單講講 聚集其實也是一種VBA的程式 那它差別是說 它是eSale幫你寫出來的 那它怎麼寫 其實主要它會幫你記錄滑鼠鍵盤的動作 幫你把滑鼠鍵盤的動作變成程式 那後續我如果要用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拿來做修改 就可以改成你要的樣子了 OK所以這些其實我覺得 倒是一個過度的一個方法 至於當然最終目標 最好是可以把程式寫好 那只是說要把程式寫好 那這一條路其實稍微有一點點的漫長 OK 而且真的是需要時間 那當然很多同學說 老師我要學這個要學多久 其實當然有時候是看你個人資質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願意花多少時間來學這項技能 OK 那裡面的話當然包含你要學哪些 什麼叫變數 什麼叫回圈 什麼叫邏輯判斷 那這些你一定要知道的 那其他的話呢就是說 VPN能夠做什麼 其實裡面還有錶單設計啦 甚至可以把ECL直接當資料庫 等等的相關的知識 那其他延伸的當然更多啦 包含就是我剛剛提過多工作表 多工作步 網路爬蟲等等的 甚至你可以結合Outlook啦 結合PowerPoint啦 結合Access啦 其實可以做很多延伸性的應用 甚至可以再結合現在很夯的Python 兩邊其實可以協同應用 那在ECL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 叫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的部分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學習上的目標 那接下來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啦 其實我會來上這個課主要齁 就是我最早是擔任程式設計工程師 那因為對於寫程式非常有興趣 對教學也非常有興趣 然後後來有曾經擔任過那個 公司的執行長工作 也拿了一些獎項 那後來因為長期比根齁 所以在網路上面其實寫了很多部落格文 也錄了很多影片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很多單位就邀請我上課啦 所以目前大概很多情況都是在分享一些 我對ECL應用的一些相關心得 那我強調啦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個人心得 那這個心得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辭做啦 工作上面會遇到問題 我怎麼提高效率的一些方式啦 所以其實各位也不用太緊張啦 我覺得大部分我都是在分享我的一些經驗 OK齁 所以大概是這樣啦 那另外當然我有YouTube頻道 這也是無心插流 目前大概訂閱人數大概38000了吧 OK齁 其實我不只一個頻道 那我的證照的話 目前齁 大概30幾張 主要的證照 最近拿了像Power BI 像Python等等的 像Iseo其實我也有專業級的證照 那相關的參考書籍啦 我是建議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不然可以看一看啦 但這個書籍其實裡面知識是死的啦 你會發現很多人會看書 看得懂 但是做不出來蠻多 因為很多同學拿書給我看 問我說這本書適不適合他 可是我發現這書太難了 因為裡面理論實在寫太多了 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後還是不會寫 所以怎麼辦呢 我的重點其實就教各位怎麼做啦 也就是說重點是你先會做再說 會做之後呢 其實你就懂了嘛 OK 那很多時候會說的人 做不出來說真的 他真的懂嗎 我倒也很存疑啦 OK齁 那我們大概 目標當然是有五大函數 其實不只五大類 有些可能分成九大類函數 但我覺得最重要大概 這五個比較重要會常用到的 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集中火力 在第一個函數的介紹 那後續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在自行 去把其他的部分補足 那這樣的話 你對以SEO應用 我想應該就會有一個 比較深度的了解 應該至少你要說 你會用以SEO 其實大家會相信 可是如果你說 你這些都不太懂的話 你說你會用以SEO 其實當然就會人家會存疑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大概說一下 所以待會 第一個 我們還是按照實際上的範例 然後做練習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先幫我 開啟第一個練習檔 那我們針對練習 來想想看呢 用什麼樣的函數 可以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呢 請各位待會呢 先幫我開啟那個練習檔 那個練習檔部分的話 請各位開那個 我們的 Excel的第一個練習檔 那練習檔部分的話 請各位開一下那個 這個 等一下我這邊 這個檔案 切 請各位開啟這個練習檔案裡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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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請各位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 那範例檔案 那我好像有請那個 HR同仁幫忙 提供給各位 那首先第一個先幫我開 011這個 文字與資料 函數的這個 這個練習檔 那打開之後的話 其實我們針對問題 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會比較好理解 那首先的話請各位 打開這個練習檔之後 然後呢 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練習檔 它的需求在哪裡 先把這個先 這個 稍微縮小一下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打開之後 這個第一個問題 實際上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 把右邊的 這三個欄位 F到H 這三個資料 那實際上就是合併 那合併當然不是 就是直接把這三個併在一起 而是你必須 給它一些規則 那什麼規則 首先第一個當然 你可以看到 手機號碼 開頭一定是09 所以這個09 要自己補 09 這邊要先加09 然後再把11 放在後面 再加上1槓 所以這個1槓 也要自己加 減號 這個minus 這個也要自己加 OK 然後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 如果裡面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數字部分 的話 假如說是 3碼 OK 但是如果不足3碼 的話 那你一定要在前面補個0 所以 84的話 你可能要變成084 7的話 你可能要007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當然這邊有一些提示 首先第一個提示 是 你可以用什麼 利用and的符號 做串結 所以喔 把09 而且09是一個文字 OK 因為0開頭的話 假如說你是數字的話 那0就會去掉 所以這個要把它改成 所謂的 這個 文字 那如果用文字的話 記得喔 必須要在 資料的前後 加上雙引號 讓它變成是一個文字 OK 第一個 第二個要串結的話 一定是and的符號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說 你要重複幾個0 那要怎麼樣重複幾個0 像這個是重複一個0 這邊是重複兩個0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要重複幾個0 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直覺會想到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REPT 那REPT的話呢 其實喔 一般 簡單講 它其實就是repeat的縮寫 那REPT的意思是重複 重複什麼 重複哪一個字 幾次的意思 所以REPT其實就給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重複什麼字 我要重複0 重複幾次 幾次的話呢 跟什麼有關呢 喔 跟它裡面的字數有關 因為它裡面的字數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呢 如果我要重複幾個字的話 那必須先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字 裡面算完的話有兩個字 所以呢兩個字呢 就把3減掉2 裡面就重複一個字 等於1嘛 OK 重複一個0 在前面 欸 那我要怎麼知道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那就是需要用到LEN OK 然後這個是一個字嘛 所以我用LEN 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字 一個字 所以用3去減 3減掉1 那等於2 意思是什麼 重複兩個0 重複兩個0 那假如說我要把 剛剛講的這個邏輯喔 跟這兩個函數結合在一起的話 欸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也許啦 你可以分階段 先解決這個問題 再解決串接的問題 那這個手機號碼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合併出來了 只是說這要怎麼做啦 也許請各位呢 先想想看 那當然如果你對於那個 REPT加LEN不熟的話 你們可以切到前面這邊有一個練習 REPT 重複幾個信號 重複幾個信號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 游標先放在C2 插入文字裡面有一個叫REPT 所以你就找文字類 所以插入函數 文字裡面的R開頭 它因為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呢我們就找到R開頭 它會跟你要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你要重複哪個字 我要重複信號 所以你就點一下C1 然後重複幾次 這個幾顆信是根據100筆 也就是說如果它是100 所以喔 銷售量是158嗎 你問一下158 不是啦 100 所以呢必須把它出100 那你會發現喔 出100之後的話 它就出現一顆信了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可以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你如果向下填滿它這個地方 結果會錯誤 那主要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也就是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的那個列號會自動加1 那如果你不要讓它加 因為你會發現啊 你向下填滿的話 這個C1會變成C2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它鎖起來 那怎麼鎖 很簡單就是把1的前面 加一個前的符號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就鎖起來 鎖1一列 OK 然後呢 按確定 直接向下填滿 那這個結果就做出來了 吳伯薇這個人 他1顆星 張賢雅這個人 2顆星 沒錯啦 因為其實理論上是去掉 那個小數點位數的 就是取前面這個數字 那這4顆星 那這個因為不滿100筆 所以1顆星都沒有 OK 一直類推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公式的話 理論上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也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講義的第幾頁 講義的第5頁吧 這邊就有了 OK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講義的部分 然後 再來就是LEN 也許可以練習 比如說算字數 你插入函數 優標放在C 切到那個LEN這個 然後往上移到長度部分 插入函數 找到LEN 插入文字類函數 找到文字裡面的LEN吧 LEN這邊 然後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文字 你給我文字 什麼文字 其實就是身份證字好了 身份證字好了 身份證字要給他 那其實你會發現 只要是文字前後都有雙 這個可能要注意 他會幫你算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十個啦 所以他return 就把結果告訴你十個字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那你會發現 這邊好像有錯誤啦 哪個錯誤呢 就是十一應該是錯的 所以你可以把錯誤揪出來 OK 那其他當然文字類 還有 left right mid 這個都非常 經常會用到的 甚至還有trim 這個我想請各位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那當然我們練習完rept 加上LEN之後 重點呢 就是如何把84變成084 7變成007 然後最後把這些串在一起 就是我們要的答案了 OK 所以請各位呢 先試著練習看看 那待會兒的話 我會把那個畫面停止分享 那你們可以試做看看 那做得出來 就是先做啦 做不出來沒關係 我後面的話 會 那個 再跟各位做說明 試試看 呢 好